夏天也要滋补哦 今天就来一锅福建特色 排骨鲍鱼包虫草花汤 汤鲜料酒营养美味 让人百喝不厌 首先准备一斤洗干净的排骨 冷水下锅焯水 倒入一勺料酒 放入几片姜片去鲜 水开撇一下浮沫 这样焯出来的排骨就不用再用冷水清洗了 把它焯水一分钟 然后捞起沥干水放入砂锅里 然后准备六个鲍鱼倒入碗中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用七个 鲍鱼分大小 这种小个的每个只要三块钱 用不要的牙刷 把鲍鱼表面的黑膜刷一下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把它全部刷干净为止 鲍鱼的壳也把它刷干净 等一下还有用处 再用铁勺子沿边伸到鲍鱼的底部 用力的把它挖出来 这一步是为了切除鲍鱼的内脏 鲍鱼的内脏是不能吃的 用手把它撕掉就很干净了 内脏和牙齿都要切除了 再把它清洗干净即可 然后用刀在鲍鱼的表面切菱形花刀 这样既好看又好吃 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鲍鱼和壳一起放入砂锅里 再准备适量的干贝和虫草花倒入碗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把它稍微的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虫草花不用浸泡 那样营养会流失的 洗干净后放入鲍鱼里 再放入几片姜片一勺黄酒 倒入一袋碗清水摸个鲍鱼 再用勺子把它翻拌翻拌 反整底部粘锅 盖上盖子水开小火煲一个小时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撒一些枸杞 只要加一小勺盐调味就已经很鲜美了 就不需要加其他的调料 这样福建特色排骨鲍鱼包重短话就做好了 汤鲜味美营养清补 夏天我们要多喝一些 喜欢喝汤的朋友收藏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 拜拜